和家人分别时间最长的已经有15年 只有经历了生离死别的人们 才更懂得久别重逢的珍贵 眼前的一切 让亲属们既觉得意外又觉得新鲜 走时脾气暴躁 再见时成了一个温和安详的人 父亲要儿子为他拍照片 将来带回日本给家人看看 他没有受虐待 而且又很健常 在战犯中川伯被关押期间 他的儿子中川贤一郎 一直由中国政府抚养 在中川伯被宽视后 长大的儿子回到了父亲身边 被判处徒刑 二十年的日本战犯 五不六在 因生患疾病 被最高人民法院 特别军事法庭批准 获得假释 子彦 区 二军事法庭批准 氏 幸福 五步六脏的妻子 对女护士焦贵珍 五年来一直细心照料 自己的丈夫深表感激 在当年的资料片中 只能看到焦贵珍 戴着口罩的侧影 今天的人们 也没能找到她的照片 大家只知道 她当时大概有三十岁左右 在长达五年 瘫痪在床的时间中 五步六脏没有生过一次入床 女护士焦贵珍 以一个年轻女子的青春和忠诚 完成了国家 交托给她的职责和使命 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回家的愿望 朝思暮想 魂牵梦影 此时 真真切切的 就在眼前 都带了 今度やっと今度は带了 と思って 駄目じゃないと思って だから中国は嘘言わない 中国は嘘言わない 尔子 尔子